赵丽颖则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 出名之后还捐款给家乡修了一条路 虽然没有太多他回家乡的新闻 但在偶像来了这个节目里 他徒手剥玉米 回忆过去经常帮爷爷干农活什么的 拉好感 但比起王宝强 赵丽颖浑身的明星气质是掩盖不住呀 小白被李扬导演相中 演了芒景 因为这部片 他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之后陆续拍了很多军旅题材的戏 如士兵突击 我的兄弟叫顺流 打响了知名度 可以说娱乐生涯走得很长远了 然而他回到老家后 还是一样的接地气 不去玉米地帮忙 剥玉米啊等等 没有一点明星样